中国十大皇帝排名,朱元璋第二,明朝有两个,汉朝有四个。 今天我来讲讲我心目中,中国最伟大十个皇帝的排名以下,都是大一统王朝的皇帝,那些只是统一了半壁江山的并没有算尽去一。 首先是秦始皇第一次一统华夏之宫谁也不能超越车同轨,书统文统一度两横,中国后世, 每次大分裂之后,总能归于统一这大一统的司,想最初就秦始皇帝千古一帝,也势必属于这位皇帝第二。 第三分别是明和隋文帝,他们两个的共同特点,就是光复华夏明驱逐达鲁徽,复中华隋文帝篡为北周,光复中原这光复之宫,恩同在早。 所以朱元璋和杨坚分裂二、三,明之所以高于隋文帝,是因为他恢复的,是完全沦陷的国家。 而隋文帝只是光复,北方中原之地第四名排光五帝,是因为他恢复了汉朝光复一个近乎王了的,国家远远更难于开创第五名,李世民。 不需要讲他其实可以排前三无论是开创盛世还是功绩来说,这都无可厚非,但受我心中衡量标准不一样继承了隋朝的基础而成绩的盛世。 这点毕竟绕不开第六,是刘彻北极匈奴定立汉民族强大的基础汉武帝,功绩一样伟大可若论作为的话,他也同样是耗费文景之质留下的大量基础,才做到的这一切若论个人能力和贡献,是比不上之前的皇帝的后面几个。 最重要说的就是明朝孝宗皇帝,这位皇帝堪称中兴之主他的为政,至少挽救了明朝几十年。